2023年12月30日,吴小波工厂年终秀演讲全文 一,上半场,遇见2023,寻找时代的定例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生腾 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风,天地意识无比开阔 这是来自激党三十年中的一段文字 十多年前写这本书时,一次我从华盛顿DC回上海 在三万多英尺的高空上睡觉,醒来时打开机窗 发现窗外白云翻滚,龙马奔腾,意识很感慨 于是写了这段话,后来成为了激党三十年的题记 天地意识无比开阔,这个时代还在吗 或者说,这个时代正呈现出怎样陌生的面孔 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应对它,然后保持我们内心的定例 这是我们今天工厂年终秀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今天是我的第九厂年终秀,也是第一厂工厂年终秀 首先感谢极客汽车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地 我现在所在的是全球量产吨位最大的压筑车间之一 传统汽车有一个环节叫铸造 压筑是其中一个并不特别核心的业务 主要是轮毂以及发动机上的顶盖需要压筑 2019年以后,新能源汽车整个后半身是一体压筑完成的 所以压筑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制造环节的一个核心能力 我左手边这台就是全世界正在使用的吨量最大的压筑机之一 这个车间有两台这样的压筑机 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国制造智能化和制造能力的跃升 为什么要来工厂做一个年终秀 对于财经作家、经济学者的我来讲 工厂是我的第二个书房 1990年刚参加工作 我的第一份职业是跑企业 看工厂 当时三个月跑了全中国的100家企业 这个项目叫中国百家工矿企业自主权落实调查 这30多年来 我去过无数工厂 今天当我走进一个工厂 大概看一眼它的生产设备线 基本知道它的前代或在前代是一个怎么样的设备状况 我看工厂的管理看板 大概就知道这家工厂学习的是日系管理 德系管理还是美系管理 以及是否有管理上的微创性 甚至在有一些工厂 我闻它的切消业的味道 我就大概能做出一些分别 对我而言 工厂是我观察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同时 对中国经济而言 工厂处在基本盘部分 它左边涉及到所有需求 设备供给 涉及到就业 资本有效运营 国家税收 还涉及到大规模的环境保护和制造能力 无论是工业件还是消费品 当产成品出来以后 它需要流通 需要经受市场检验 有可能滞销 有可能畅销 所以 只要中国的工厂还活着 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工厂 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 就仍然保有信心 这也是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 我们把年终秀搬到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3年即将结束了 大家过得怎么样 很多人说辛苦 也有人说还好 今年10月 我有一个朋友 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小青 他到温州去拍一部美食纪录片 我是个吃货 便与他一同前往拍摄 到了温州 我们还去了10年前 我去过的一个地方 华盖山人房商夜不行街 当地很多小商贩在那里摆摊 一个档口2000元每月 那是个很长的防空洞 有几百个摊位 有很多温州女老板 卖的东西和以前一样 保温杯 毛巾 袜子 小玩具 基本上都是温州当地县区生产的小商品 我问那些老板娘生意好吗 这是他们的脸 他们说去年疫情 认为今年生意会好一点 结果人不多 除了打折品 其他东西还是卖不掉 我想这样的表情呈现在很多人脸上 也可能呈现在很多中国的大小老板 企业家朋友 职场人的脸上 大家对生活充满期待 也非常努力的在工作 但对未来又带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 很多人有一种微妙的无力感 我们今天这场年终秀要讨论的问题是 这个时代还在吗 那个天地无比开阔的时代 那个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创富的时代 从无力到定力 我们应该怎么办 晚清有一个将领叫胡林毅 他说 是自乱而我心自治 思维正道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练书法诗写了很多遍 他讲的是 无论世界和外部的事物多么风云变换 无论是风动还是翻动 重要的是 只要我们的心能安定住 那么天下万事万物便都是安定的 那我们该怎么来安定自己的心呢 对我来讲就是走企业 今年我走了57家企业 大概是全中国经济学者中 每年走企业最多的 其中大部分是工业企业 今年我还出了一趟国 去了东南亚 去了柬埔寨 新加坡 印尼 越南和马来西亚 另外 吴小波频道 今年举办了两场论坛 一个在中国的纺织业重镇 绍兴 一场是在大湾区的广州 讨论的话题也是制造业 我们用脚行走 看企业 去看现场正在发生的所有一切 我们所有的困顿来自当前的陌生 和对未来的恐惧 我们所有的希望来自现场的理解 和对未来的定力 定力在哪里呢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 我们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宽度中 来了解即将过去的2023年 和即将到来的2024年 这张图叫康德拉基耶夫波动周期 他描述的是以60年为一个跨度 一个大型经济体 由一个非常雷弱的经济模型 不断的上涨 然后在长波段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 我个人觉得 今天的中国经济 正处在60年为跨度的 康德拉基耶夫波动周期的 第三个阶段 我的书 《激荡30年》描述的就是 康德拉基耶夫波动周期的 第一个阶段 1978年到2008年 在这30年里 中国经济保持着平均 9.8%的高速成长 有一位诺奖得主 罗纳德·科斯 写过一本书叫 《变革中国》 他说 1978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二战以后 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 经济改革运动 我们用一次掌声 来怀念属于我们 每一个人的激荡30年 在这30年里 我们赶上了 工业革命的末班车 1978年 中国是一个工业品 极其短缺的国家 到1998年 中国在轻工业领域 吃的 穿的 用的领域 已经完全实现了产能供给 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 同时 在1998年 中国赶上了 互联网革命的 头班车 很多朋友 读过我写的 腾讯传 中国很多 PC时代的 互联网公司 新浪 搜狐 网易 腾讯 百度 阿里 邪城 360 京东 当当 全部诞生在 1998年的 二季度 到1999年的 四季度 他们赶上了 互联网革命 蓬勃发展的时期 同时 也是在1998年 中国 亚洲经济 遭遇了 东亚金融危机 中央政府 进行了坚决的改革 推出了消费 出口 投资的三架马车 同时开始了 大规模的 城市化运动 1998年到今天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 增加了506倍 中国的城市化率 提高了三倍 这就是 激荡的30年 从2008年开始 我们大概有10年时间 处在康波周期的 第二个阶段 我又为这10年 写过一本书 我用一个名词 来形容它 叫激荡十年 水大鱼大 2008年 中国举办奥运会 美国出现金融危机 2009年 中国汽车产量 超过美国 2010年 中国经济总量 超过日本 2011年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 占比超过美国 2012年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 占比超过美国 2014年 中国推出 中国制造 2025 2015年 中国出现了 蓬勃发展的 新中产消费 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2016年 在杭州举办了 G20峰会 中国出现了 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 新零售浪潮 2018年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 我们再次用掌声 感谢刚过去不久的 水大鱼大的 激荡十年 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 与它有着 非常大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在移动互联网 智能产品 新国货 新能源汽车 出海品牌 和新能源产业等领域 出现了无数多的 创新企业 也是在这一段时期 我开始重新走工厂 我大范围的 重新走工厂 是从2016年开始的 我去了服装厂 钢铁厂 养牛厂 协同的高速公路 移并到成都的成一高速 我们在传统产业中 看到一个云上的中国 看到中国将制造业领域 和信息化领域里 所形成的能力 聚集为产业智能化能力 并用来改造 每一个传统制造产业 2018年以后 中国经济大概率 进入到康波周期的 第三个阶段 这期间 一个最大的变化 是全球化周期 发生了突变 二战以后 人类经济当代史上 最重要的经济学名词之一 就是全球化 而中国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从全球化中 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1964年时 有一个叫迈克卢汉的 加拿大传播学者 提了一个名词叫地球村 二战结束20年了 我们不再打仗了 这个村子的人在干嘛呢 我们通过经济竞争的方式 来和平相处 又过了十年 一个叫沃勒斯坦的美国学者 写了一本书叫 《现代世界体系》 他说 这个村子里有两拨人 有钱人和没钱人 即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那么他们两者 是如何和平相处的 又是如何进行经济竞争的呢 他画了一个循环 沃勒斯坦循环 发达国家有两样东西 一是技术 二是生产能力 通过技术生产出好的产品 卖给欠发达国家 欠发达国家有两样东西 一是人口 二是资源 把人口和资源输送给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把技术和产品 输送给欠发达国家 从而形成了沃勒斯坦循环 沃勒斯坦说 在这个循环中 一个欠发达国家 很难变成发达国家 那么中国在哪里 从以前到现在 中国的位置变了 中国45年的经济发展 最大的一个意外和奇迹是 我们打破了发达国家 和非发达国家之间的 沃勒斯坦循环 变成了中国双循环 我们通过市场换技术 时间换空间 从发达国家 获得了很多技术能力 利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 土地成本 税收优势和勤劳 生产了大量的商品 然后把这些商品 以Made in China的方式 卖给了发达国家 同时 我们从欠发达国家 获得了大量资源 铁矿石 水泥 森林 大豆等 用于我们的生产 又把产品 卖给了欠发达国家 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 和欠发达国家 中间的那个中间轴 在中国 无论是中国企业 还是国际公司 都享受了 中国双循环的优势 桑塔纳汽车 很多60后和70后 都很熟悉吧 45年前 11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当年的 第一机械工业部 邀请德国大众 到上海来考察 当年上海是 中国轿车的 第一大生产基地 我们对大众说 能不能把你们的 大众汽车 到中国来生产 我在激荡30年中 写过这个细节 当时隋团有一个 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 回国以后他表示 如果大众在上海 生产他的桑塔纳汽车 他将在孤岛上 生产这辆汽车 因为所有的气配能力 我们完全不能满足 但大众当年选择 相信了中国 在上海的安庭 开始重新建一个工厂 到1983年 当第一辆大众 桑塔纳下线时 每一个零部件 都是从德国进口的 到了1985年时 国产化率达到了2.7% 1990年 国产化率达到了60% 2000年 国产化率达到了93% 到2007年时 国产化率达到了98% 实现了完全的 国产化替代 而这也是 中国汽车产业 不断发展的过程 大众进中国时 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 44万辆 到2009年时 这个数字 到了1379万辆 超过了美国 今天 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 2700万辆 相当于美国 加印度 加德国 加日本 加韩国的总和 如今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能走到今天 就是这一条脉络 在全球化背景下 成长的一个结果 蓝狮子曾经出过一本书 叫《上海一千天》 马丁·波斯特所著 他是上海大众 第一任的总经理 我当年审稿时 书中有一句话 我非常感慨 他说 最幸运的是 相比其他汽车厂家 我们是最早相信中国的 但到了2018年以后 我们希望 他永远存在的 中国双循环 似乎有点破局了 为什么呢 第一 中国成为了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跟一些 发达国家的经济矛盾 变得越来越激烈 出现了欧美 对中国的技术拖劣 第二 中国的人均 GDP突破1万美元 劳动力成本优势 开始逐渐丧失 一些装配型的工厂 开始离开中国市场 同时 全球贸易发生了 特别微妙的变化 这里有一个数据 在1990年代时 全球的贸易中 有70%式制成品 比如服装 眼镜 电视机 汽车 冰箱 空调 洗衣机等 占70% 工业中间件 工业软件服务 占30% 2018年以后 工业制成品 只占到30% 工业中间件 和工业相关服务 产品占到70% 无论是中国自身的 经济发展模型和阶段 还是全球贸易格局 和全球化状态 都发生了一个 非常大的变化 这就是如今 我们感觉中国市场 非常陌生的原因 我们正在逐渐熟悉 康波周期 第三阶段的新特点 如果你问我 这个波段有多长 今天现场还来了 经济学家 管清游老师 直播结束后 你问他 他跟我一样不知道 我们还需要 非常多的努力 但我们可以看清楚的是 在康波周期的 第三阶段 跟激荡30年 和水大鱼大的 十年相比 发生了非常多 我们前所未见的景象 我们现在需要用 非常冷静和清醒的 眼光去目睹它 第一个景象 我们看到了 产业加速整合 我们看到每一个工厂 无论是服装厂 家具厂 饮料厂 汽车厂 正在发生的变化是 头部企业 正在进行它的 战略装备能力的建设 我认为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的中小企业 将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压力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产业的极度整合 对中国产业经济 我认为是一个 优胜劣汰的过程 第二件事 我们看到了 消费的K型化 贵得越来越贵 便宜得越来越便宜 网购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 最便宜的500块钱 最贵的10万块钱 相差200倍 要命的是 500块钱的洗衣机 和10万块的洗衣机 居然由同一家公司生产 它的名字叫海尔 从这台洗衣机 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 产业加速整合 同时看到了消费的K型化 第三件事 今天无论是AIGC 新能源 医药 还是环保领域 都在发生着 令我们炫目的科技变化 正在改变我们的人生 产业 以及改变着每一个企业的生存状态 第四件事 我认为 宏观会处在一个 中低速度发展的阶段 2023年即将结束 整个宏观经济学家 在讨论一个问题 2024年的GDP会有多少 整个学界在讨论2024年 GDP500分号很重要 企业也在根据明年的GDP预判 来规划第二年企业的投资和发展 我调查了1960至2022年 长达62年里 包括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型经济体 增速超过5%的年份次数 其中发现 美国10年 日本15年 德国7年 法国10年 英国6年 中国51年 我有很多特别尊敬的经济学家前辈 他们认为 没有独特的中国经济 我的很多观点和他们一样 但这一点上 我可能和他们不一样 我认为 存在独特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否则你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个数字是51年 我们在问我们到底 独特到哪一个地步呢 在62年里 别国 GDP增速超过5% 最多的国家是15年 而咱们已经51年了 明年 汇过5% 后年呢 大后年呢 5年后呢 10年后呢 可能这一代中国的企业家朋友们 中产阶层朋友们 年轻朋友们 我们此生大概都没有经历过 什么叫做中低速的发展 一个非常陌生的未来 正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今年我参加了很多活动 让我最感慨的是6月 去一家叫比诺芬的公司 这是中国做高尔夫最好的 也是最大的一家企业 6月是这家公司 创业20周年的日子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谢炳正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 那天晚上有一场很大的秀 下午我们在喝茶时 我问他 你晚上讲什么 他说 晚上讲未来十年 比因乐分发展的规划 我问 你的规划是什么 他说 奋斗十年 我添个灵 我马上算出 每年的负荷增长 是25.89% 我问他 炳正 你对未来的中国经济 那么有信心吗 他讲了一句很慢的话 让我印象很深 他说 不管经济好还是不好 我比因乐分每年就要增长25.89% 我奋斗十年 就要添个灵 他去年营收30个亿 再添个灵 就是300个亿 这叫什么 这叫做企业家精神 我们无论在顺境 还是在逆境 都要让自己保有活下去 和成长的勇气 所以 GDP对我们做企业的来讲 是什么呢 记得禅宗里有个故事 一个瞎子抓着一个桥 喊着救命啊 救命啊 其实下面没有水 旁边的人跟他讲 放下放下 放下是实地 企业的发展 永远属于企业自己的任务 经济好 我们要发展 经济不好 我们也要发展 当然 我们不能只喊口号 要怎么发展呢 比因乐分是要在高尔夫赛道里深耕 做中国最好的高尔夫服装 同时 他今年花了7亿多人民币 收购了两个欧洲品牌 要去做高端男装 要进行多轮驱动 更重要的是 要承担社会责任 就在这个月 甘肃地震 比因乐分捐助了2000万的物资 到甘肃去 这就是企业家要干的事情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每一件衣服 善待我们的员工 尽可能多地给国家纳税 同时 我们要承担社会责任 这就是中国的 可爱的企业家朋友们 有一句话 很多同学都比较熟悉 诗人雪来说 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过去的40多年里 每隔4年 5年 中国经济就发生一轮 周期性波动 10年就有比较大的波动 每个波动发生时 我们都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 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这句话建立在一个前提下 我们的四季是由春 夏秋 冬构成的 我觉得在康波周期的第三个阶段 一个最大的变化是 也许冬天过后是旱季 或者是雨季 所以我们要在周期的突变过程中思考 如何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 接下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定力的一个看法 定力原则一 你之所以还活着 是因为你值得活着 我今年去了一家链条厂 在浙江珠季 一家中型企业 这家企业创办于1953年 做拖拉机链条的修理 如今有9家工厂 都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 而且 这家传统企业活了70年 净利润居然超过10% 是如何做到的 链条是最普通的工业件 最大的特点是 无所不在 我们或许很难想象 很多链条的国产化替代 也就是最近这78年的事情 2017年 高精度静音链条 他们完成了国产替代 2018年 大豆油生产线的链条 完成了替代 2019年 智能开窗器的刚性链条替代 2020年 啤酒生产线的输送线替代 2022年 伐木机的锯木链条 以前都是德国人生产的 今天在中国市场 完成了国产替代 他活到今天 活下来的理由 仅仅是他还在做链条 做了70年的链条 也仅仅是做这个 无所不在的工业件 做到了细分领域的全球第一 或者中国第一 或者在国产化替代上 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我今年还去了另一家企业 叫网商银行 这家银行的行长说 吴老师 我们有一个大山雀的项目 每年为150万种植户 提供贷款 贷多少钱 100万 1000万 是150万种植户 每户贷5万块钱 如果你是这家银行的行长 150万用户 每个人贷5万块钱 需要多少放贷员 照片的这个姑娘 来自江西干州 重城子的 她要向网商银行 贷5万块钱 银行派一个人员 来专门放贷吗 并不是 怎么办呢 姑娘到她的地头 拍一张照片 照片传到银行后台 这个信息 就跟干州当地政府的土地 却全系统进行匹配 通过卫星摇杆监测到 这块地的种植面积 有多少成子 成熟度怎么样 然后通过光谱识别的 大数据分析 进行农作物的动态考察 通过以上步骤来决定 到底能贷多少钱 利息是多少 150万种植户 不需要一个放贷员 在过去的三年里 这家银行的大山雀 系统为全国超过 1200个涉农的县区 约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国县区的 150万的种植户 人均放贷5万块钱 平均贷款周期90天 如果在15年前 全世界任何一家银行 能提供这样一套系统 它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一个孟加拉人 叫尤努斯 他因为创办了格莱明银行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023年的今天 中国的网商银行干了这件事 他当然不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 或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只获得了一个资格 是什么资格呢 是在中国4600家银行系统里 能够活下来的资格 所以 定力就是一直寻找那个 让自己值得活下来的理由 一直一直一直的寻找 定力原则二 拥有一种让自己很笨的能力 中国一直以来 属于一个唯快不败的市场 但我觉得 在康波周期第三周期 可能笨人会活得更久一点 我今年完成了一本新书 叫《茅台传》 还在印厂里 印厂出来在1月14日 这本书写了三年 去了20多次茅台厂 访了100多个人 写完这本书以后 很多同学问我 茅台能学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专门做了一件事 我把茅台几十年发展的 六个战略和12个方法论 提炼出来写在书中 叫做《茅台六法十二式》 茅台六大战略中 有一条叫做 《笨人战略慢功夫》 你今天喝的茅台酒 是哪一年生产的 起码五年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这家企业坚持固态发酵 坚持以酒勾酒 坚持天然较池 坚持产量克制 朋友们 你的企业做酒企 坚持这四条 意味着你的成本比别人高 你的速度比别人慢 你的产量比别人低 所以你是一个笨人 但这家企业 就是因为很笨 所以今天是全球排名第一的 烈酒公司 它的毛利率是93.2% 因为写这本书 我和老爷子成了好朋友 26岁时 他从南通赶到西北小镇里 工作了50年 退休的时候76岁 茅台走到今天 不是老祖宗给的 是这一代中国的匠人 季克良他们 这一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他给我讲过一句话 我们都是一些笨人 笨人就有笨人战略 一个问题 我们慢慢看 慢慢想 起码都要弄上十年 曾国藩讲过一些类似的话 他说 天下知智桌 能胜天下知智巧 扎硬债 打呆仗 我们今天还要怀念一位 刚去世的美国人 他叫查理 芒格 我在做这个PPT的时候 他还活着 2024年1月1日 也就是过两天 是他100岁生日 但是他在11月底去世了 芒格讲过 做投资那么多年 我怎么能够活到今天呢 风雨飘摇 各种经济危机 我只是因为任何投资 任何决策 往简单处想 往认真处做 所以商业没有那么复杂 商业的本质 就是与人性进行博弈 和进行不断的自我修炼 敢于当一个笨人 我也是一个很笨的人 《茅台传》 是我的第26本书 我写第一本书 是遥远的1996年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吴小波看世界》 印了4000册 写完那本书后 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臭小子 你啥事也干不了 也不会干 你就干一件事 从此以后每年写一本书 定力原则三 排除噪音 做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人 今年看了一本书 《Noise 噪声》 作者是丹尼尔·卡尼曼 他是一个心理学家 但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噪声》中他讲过一句话 哪里有判断 哪里就有噪声 噪声来自哪里 有些来自外部 阴天和阳光灿烂的日子 就会对你的心理产生噪声 有些来自你的内在 你的年龄不断增长 那么年龄本身就会成为 你判断事物的噪声 卡尼曼研究认为 面对充满噪声的时代 学习独立思考 是唯一的行动准则 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 我今年思考了很久的问题 2023年还是一个 可以创业的年代吗 现场的各位觉得是的 举一个手给我看看 其实无论你举手 或者不举手 此刻你的心理都充满了噪声 6月 我去了一趟北京的创业大街 他在海淀图书城的旁边 是过去十年来 中国创业者心中的一个圣地 创业大街就200多米 一度有30多家创投公司 每天有成千的创业者 到这里来找项目 谈项目 找投资人 我6月份去的时候 遇到了在创业大街上 第一个开创业者咖啡馆的人 就是他 如图 他叫苏蒂 他的咖啡馆叫车库咖啡 我上一次去是2019年 但今年去的时候 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当年见过的 大部分的创业机构都撤离了 我就问苏蒂 你还在干嘛呢 他和我讲 吴老师 我今年还在干一件事 我还要在北京 做一个创业空间 我说你疯了吧 还有人陪你创业吗 他说有的 他带我去了一个小茶馆 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些人那天 正在跟苏蒂一起讨论 要在北京再找个地方 再搞一个创业空间 当时我很感动 我说苏蒂 你下一个创业空间 开业的时候 我免费给你来 当一次主持人 11月份的时候 苏蒂同学的昆仑潮 这个新的创业空间 2000平米 开业那天 我真的飞过去 给他当了一次主持人 现场大概来了400多人 很多的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士 都来了 比如发改委中小企业局的 一些干部 工信部的 商务部的 很多人都来了 也来了很多创业者 那场活动 是我今年主持过的 让我特别开心的一个现场 苏蒂还跟我说 吴老师 你要不要入点股 我们昆仑潮有股份的 叫做仙气股 每个人10万块钱 他最大的权益 是永远不能分红 然后我就成了他的股东 我给了他10万 他就给了我这么一张证 仙气股 永远不能分红 苏蒂同学 你的昆仑潮 可千万不能破产啊 所以 你有一千个理由 让自己躺平 其实 只有一个理由 让自己选择奔跑 各位说是不是 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江南春 他是最支持创业者的 我只要跟他说江南春 有一批创业者要见你 他都会回行 我有时间 当然这也是因为 他的生意跟创业者有关 他最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叫做一抖一输一分众 他希望大家搞传播的时候 去找分众 他曾讲过一句话 在一个存量博弈的 逆周期时代 创业者的新增量 来自四个方面 新品引爆 场景触发 渠道助攻 优质内容的打造 创业是一种病 唯有甘于平庸 可以治愈 在座的病人们 你们都还好吗 定立原则四 不害怕被别人讨厌 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这也是我今年读的一本书 叫做 被讨厌的勇气 他说 我们应该常常回顾 与检视自己 自己过去的经历 自己的成功 是否只是以害怕 被他人讨厌而换来的 不幸只代表 你活在他人的期待中 你是为他人而活 有一位歌手叫做华晨宇 在做这场年终秀之前 我并不知道他 为了做这个 我专门听了一下他的歌 我发觉我以后 是不会再听了 太闹了 笑 他是1990年出生的 2013年快乐男生 全国总冠军 出道有十年 这十年对华晨宇而言 并不是总是快乐的十年 他的唱法 表演形式 以及他的服装 因为比较与众不同 所以有很多人很喜欢他 也有很多人很讨厌他 今年六月份 他有一场晚会演出 他就穿成这样唱歌 然后别人就对 对到最后 电视台播出 那个晚会的时候 居然把他的那一段 全部剪掉了 11月的时候 他自己在北京鸟巢 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他把今年所有在网上 对他的话 都打在了屏幕上 屏幕上有什么呢 我给大家念几句 人家唱歌要钱 他要命鬼哭狼嚎 让他干这种烂人 他在干嘛呀 大声告诉我 华语乐谈性什么 他在这样的背景下 唱了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他唱道 以这种方式存在 是因为那些旁白 那些伤害 不想离开 忽然我开始莫名期待 所以你 我 每一个人 生来不是让人喜欢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 想一想 道圣和夫讲的那句话 也是今年 我常常问自己的一句话 人之为人 何为正确 做一个让自己喜欢的人 不要成为自己 年轻时候讨厌的那种人 这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 做企业的 不做企业的 我们存在于 这个世界的底线之一 定力原则五 你的成功 只欠一场失败的考验 今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 大概就是这张了 2023年11月18日 埃隆 马斯克的星舰 第二次升空爆炸 马斯克在火箭残骸落地的现场 没心没肺地 拍了这样一张照片 他说 失败是一种选择 如果事情没有失败 那就是你的创新还不够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 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 创造性的少数人 需多长时间 才能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 使自己有资格应对 下一次 再下一次的挑战 在康波周期的第三阶段 我们在经历了60多年时间里 51次GDP增速超过5%的时期以后 在经历了激荡30年 激荡10年 水大于大以后 我们每一家企业 又该如何应对下一次 再下一次的挑战 即将到来的2024年 是这些企业的40岁生日 我在激荡30年里面 把1984年定义为企业元年 那一年 也是中国搞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一年 也是中国城市里的退伍军人 退休工人 继承干部 科技人员等下海创业的一年 在1984年 中国诞生了 菲勒 科隆 海尔 联想 南德 四通 喜临门 荣升 德利西 正太 建立宝 万科 荣世达 天桥百货 这些企业创造了无数个中国企业的第一 今天 此时此刻 我们在这里演讲的时候 有些已经成为了世界500强企业 有些已经消失了 甚至有的创始人 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为他们的成功 为他们的失败 给予一次热烈的掌声 我今年在绍兴做纺织行业调研的时候 还碰到了一位老朋友 我是在20多年前认识他的 叫钱金波 一个挺帅的温州人 是鞋旅品牌洪清廷的创始人 他是一个鞋匠出身 1964年生人 如今60岁了 我说老钱 好多年不见 你的洪清廷还好吧 他回答我说 吴老师 洪清廷我给我儿子办了 我现在要为中国的皮鞋 做一个平台 所以钱金波正在做一个 鞋级智能平台 他说他要做产业大脑 要做智能工厂 要做数字产业员 要用ChatGPT来改造鞋子产业 我从一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 60岁的老鞋匠那里 听到ChatGPT的时候 我感到一阵恍惚 你们觉得他会成功吗 希望他成功 万一失败了呢 那也没有什么 他可以自豪地对他的孙子讲 你爷爷我60岁的时候 还创业呢 定立原则六 相信相信的力量 相信什么呢 我觉得在2023年末 2024年初 有两件事情要相信 很难吧 明年可能还更难 有挑战吗 明年可能有更多的挑战 第一 相信中国 我今年去了一趟 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这家厂是2019年建的 2019年年初的时候 是第一轮中美贸易摩擦 最敏感的时候 马斯克选择相信中国 他在上海 花了11个月的时间 建立一家超级工厂 2023年我去的时候 2万名员工 99.99%是本土支援 特斯拉的零部件 国产化率是95% 供应链本土化率 95% 在过去几年里 特斯拉发展了 360家中国一级供应商 其中60家成为 特斯拉的全球供应商 朋友们 这家企业是中国工厂 还是美国工厂 我离开的时候 特斯拉的员工 给了我一张牌子 说吴老师 你拿着拍一张照吧 上面写着特斯拉 中国制造 1979年 德国大众选择相信中国 它成为了过去40多年里 在中国市场上 获得最大成就的 国际汽车品牌 40年后 另外一个美国人 那个没心没肺的美国人 选择相信中国 我去他那家工厂 我特别羡慕 所有的生产线 非常拥挤 刚花都能见到我身上 今年能够坐90万辆车 赚得盆满钵满 第二个相信 相信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 在1978年10月15日的时候 人民日报登了这样一个稿子 要相信农民会种地 人民日报上说 要相信农民会种地 把生产安排和经营管理的权利 交给他们 两个月后 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朋友们 这个细节告诉我们 中国的农村改革 中国的联产城包泽认质 是从相信农民会种地开始的 今天 我们要相信企业家会办企业 我们要相信企业家会办企业 消费者洞察属于我们 生产属于我们 技术变革属于我们 团队管理属于我们 雇佣员工属于我们 销售产品属于我们 这个国家经济运转的每一个螺丝钉 这个工厂中的每一个零件 正在发着热气的 那台全球最大吨量之一的压住机 属于我们 所以 要相信企业家是会办企业的 给企业家的定力 我们各位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确定性 透明性和公平性 这是我们在上半场提供给各位的信息 我们讨论了45年来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 康波周期的第三个阶段 我们所有的恐惧 都来自整个环境 国际环境和国内产业环境的陌生 在这样的一种周期突变下 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定力 我们说 你之所以还活着 是因为你值得活着 拥有一种让自己很笨的能力 要排除噪音 做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人 要不害怕被别人讨厌 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你的成功只欠一场失败的考验 相信相信的力量 我们要相信中国 要相信企业家是会办企业的 所以我们最大的定力 是对国运的坚信 我们对中国的信心 始终来自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